金曲奖克宇歌王谢宇威 红后嗓音震撼开场 紧接着身穿白衣的 2000位白色野餐party参与者 大伙挥舞餐厅 准备享受美好的午后时光 台北国际白色野餐 正式舞参场 亲朋好友错影美酒 品尝赏心悦目又可口的料理 聊天谈心真惬意 包括科市长夫妇也精心打扮 难得同框一块共襄盛举 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源自于1988年法国巴黎的白色野餐 今年不少国家停办 但台北却是亚洲唯一举办 白色野餐的城市 三年来不仅参与人数创下新高 今年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场次 很多时尚男女画面非常的好 非常的协和 然后一直到里面 整个就是很特别 很不一样的一个时尚的一个派对 非常好的一个氛围 很棒因为平常没有这种机会 法国当代的那个外汇班 我就吃过然后就是他们的东西就是一直都是水准以上 就像五星级饭店下午茶 台北流行乐中心这个地方我们同时呢 也有白昼之夜 还有我们的金曲奖一起合办 所以是一个台北市的一个大事 那我们也希望未来呢 我们的白色野餐能够跟我们官方一起做结合 在入口的地方我们就有两体温 然后进来也有就是喷酒精 那我们今年的座位呢 有特别把那个洞去拉开 因为台湾防疫一直都做得非常的好 那我们的我们法国组织呢 对台湾今天这场白色野餐非常的关注 除了传递生活美学跟品味 今年主办单位也跟客委会合作 将传统客家美食时尚化 并结合政府跟民间力量 让台北之美再次在国际上发光发热 记者顾餐有台北采访报道